各位觀眾朋友,今天在議會中指出 帶順利近在設想的時候 有時候會在賣了現金中間便宜 提供婚人鴻海地区 給品質的醫療學部 但是便宜途十幾年才生日 而且以後品質近人比一般精神更不足 他們現在幾年了 因為兩年多了 兩年多? 對 但是兩年多我們聽到的就是有去那裡救醫 他們在說那麼快就不像一般的診所 有時候甚至比一般的診所 你說機器插到 去跟他們裡面沒辦法處理 沒辦法處理,結果我們的病患 是來到賣了幾個一般的精神 精神就把它處理好 一間這麼大間的長庚醫院 這是有一點離譜 這個真的很離譜啊 管理所在府委員會中對處表示 管理所在府委員會中對處表示 管理所委員會的特殊帶順利金 和共產黨賣了他的醫療學部 是現當初對地平的行動 如果在目的行動,長庚賣了分月的作為 來講的話,那麼會讓老百姓感覺 讓老百姓感覺 那是一種敷衍 跟應付地方而已 這當然是很不應該 我想這個地方地方政府也有責任 特殊帶順利金 應該要留約 當初對地方的承諾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來努力 賣了長庚賣了沒有一個狀況 衛生局人員表示 他讓人員的実家庭 比較有加強的空間 在民國89年 那麼跟衛生署申請設立賣了的醫院 那在96年 94年開始興建 那麼在98年底的時候 從開幕了 那目前規模是400床 那現有 目前開床數是100床 那裡面有18個醫師 那整個規模是稍顯不足 廖市民頂上又認為 賣了的中間便宜 跟百貨市的中間便宜 比起來 無論設備跟醫療品質 實在是差小多 但所謂明顯是在應付應付 這種作為 更加英紀婚姻人的不滿 記者以明為 插王報道